欢迎收看国际plus的中国观察 我是主持人陈入文 见到主题之前 我们先看台风的最新动态 因为这梅花台风呢 不仅影响到台湾 现在也震潮的是 这个上海跟华东的方向 在前进当中 有声请问的是舒瑞 持续带你关心 中台梅花的最新动态了 在星期一的白天这段时间 它的强度稍微的减弱了一些 但是它还是维持在中台等级 要到比较明显的减弱 可能要等到礼拜三之后 主要就是因为这边的 海洋的热含量 比较不足可以支撑它继续增强 但是还是不容小觑 它带来的一个降雨哦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因为虽然都是朝着北边来北上 可是它跟宣兰诺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的北侧呢是比较强的 所以夹带了非常丰沛的水汽 那么就直接扫进北台湾地区 所以说相信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从礼拜天开始 就有感觉到明显的雨势了 而且随着在星期一 它的风向逐渐转变 从偏北偏东北风 逐渐转偏西北风的状况之下 雨区呢也从像是新北市山区啦 宜兰慢慢转到偏 陶竹苗还有山区的部分 因此降雨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看到三个时段了 星期一 在北台湾地区雨是很明显之外 星期二同样的也是暴风圈 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因此在北台湾地区 尤其是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那么在北部的平地 也有机会是豪大雨等级 而中部的山区也会来到大雨等级 也就是说山区的部分要严加戒备 还有北部平地的观众朋友 也要特别留意大雨的威胁 那么最快要等到礼拜二晚上 等到台风慢慢的要远离之后 雨势才会有感缓和 而到了礼拜三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天气 也会慢慢的稳定 可是呢在北部东半部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如果说要到阳光露脸 比较稳定一点的天气的话 要等到礼拜四到礼拜天这段时间 各地会恢复多云稻情 但是我后来一阵雨就要注意了 在山区或者是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都会下下来 所以说天气的状况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而未来台风它会怎么走呢 我们就来看到 主要它现在礼拜一礼拜二 在我们旁边是非常缓步的北上 但是礼拜三礼拜四开始 有明显的导影气流出现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 往北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那么未来它会沿着大陆的沿岸 还有可能会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登陆浙江地区 所以说从礼拜一开始 这一直到礼拜四礼拜五这段时间 可能中台梅花都会为当地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 特别是他们认为说在近中心的风速 也就是说在它登陆扫过的地方 有机会出现16级的强阵风 而且甚至不排除可能会出现8到10米的一个巨浪 所以现在呢大陆的气象单位也严正以待 回到的是中国观察 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将在下个月举办这个非常重要的 中共20大会议了 那这能不能成为一个在之后展开 是中共放松他们整个防疫 陆上一个新的契机是值得关注的 已经现在中国青年呢 堪称是一毕业就失业到底该怎么办呢 同样的欢迎是我们生计者庄志伟 庄哥你好 庄哥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现在看来是微博热搜的头条是什么呢 这第一条呢就是比较娱乐话题的 这是李逸峰多次嫖娼被行政拘留 然后有个很有趣的这个对联 叫做呢建议思迁亦凡顺 这是我真的很克服 我自己不要笑 场面真的很好 我觉得还蛮有创意蛮好笑的 就是跟之前这个吴亦凡就连结在一起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是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首先看到是他在9月份的时候被他爆料说 他被嫖娼 他嫖娼被抓了 但是当天他本人就立刻开了直播 否认这件事情 不过到了是9月10号 央视把他剔除在他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名单里头 是消失了 然后开始就一连串出事了 甚至现在他的代言被删除之外 他的这个华丁奖也被撤除了 现在看报道 因为这个防疫条例的事情呢 很抱歉没有 最终没有去到杭州 然后也很抱歉 现场去了的朋友没有看到 但鸭舌帽坐在车上开直播跟粉丝见面 他是大陆男性李逸峰 这个月2号被爆因为涉嫌性交易 才没出席活动 紧急露面辟谣 说是因为防疫关系 没法到场间接强调 与性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过了好几天 10号传出李逸峰既被央视中秋晚会除名 发出声明却消失后 事件却有重大进展 11号傍晚 北京警方证实 因为李逸峰针对多次性交易 公认不讳 遭到行政拘留 李逸峰被央视直播访问开个玩笑 结果现在或是真的短时间内 看不到他的新作品 不论戏剧或广告 4月刚杀青的电影操场 恐怕上映将受阻 就在警方证实后 除了有民众发现电源忙着拆广告 把李逸峰的脸蒙住之外 多家品牌也发文表示 已经结束和他的合作关系 其中包含大牌Prada 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者奖 是 李逸峰 另外还有曾经颁给李逸峰 最佳男主角最喜爱的影视明星奖项的 大陆华丁奖 11号晚间发出声明 将依照管理办法取消称号 艺人违法影响层面 或许只会更大 TVB的生活 周一峰 徐云台北报道 这个李逸峰呢 堪称是一系翻船的 他堪称是这个中国大陆的 一线红星小生 但台湾人对他可能是只是 又有耳闻不太清楚 他的一些实际的作品 因为他都演的是 比较是大内宣的作品 对不对 那他也堪称是一个 比较跟正苗红 演过一些 不是一般能够演的角色的 一个特别的 这是算是蛮政治正确明星吧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吧 因为他在大陆的爱国电视剧里面 演的是毛泽东 他们的前国家领导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同时也是大陆的 国安的形象大使 然后也包括 也有代言公检法的 相关的代言人 结果就在他出事之后 大陆叫射死 就是社会关系死亡 几乎等于是 你从这个社会就被移除了这样子 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劣迹议员是非常严厉的 像刚才讲 所有的广告代言都不见了 所有的他的本来的演出也都不见了 甚至街头的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他的形象 就把他可能盖起来 马赛克什么各种方式 把他模糊掉就对了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像他本来 刚刚有提到说他得过滑鼎奖 而且是中国百强电视剧的最佳男主义小奖 但是现在也没了 因为他们其实在要领滑鼎奖之前 他要先签一个声明 就是如果自己后来有不良的行为的话 是要直接被取消的 这个是他在先前就会知道的 那其实他是属于他的第二项 就是如果你曾有犯法被拘留 那就会取消 那第一个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更严重的就是台独港独 有这样的形象的话 也会被取消滑鼎奖 就是要政治正确堪称是摆在第一位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因为我知道演这个毛泽东 其实是非常 他们是非常严格审核 不是一般都可以演的 所以他应该是个 大家捧在手心上的一线明星 但怎么会出事呢 像好像众说纷纭吧 其实当然这个个人的私生活 那只是说在这个 在大陆的那个社会里面 他们对于这个 他们叫嫖娼 我们叫性交易 就是不一样 他对这一点的话 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 先前已经好几个男性议员 都已经倒在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吸毒 一个就是性交易 对 所以踩到他们可能社会的红线 我们再看到下一条 这是关于是说成都发布 就是指成都的这个疫情 现在状况 因为其实成都从9月1号的傍晚 开始就实施所谓的这个 就是不要出去 就是逐步出户的居家的管理 然后现在是有开始要逐步的开始 各区然后慢慢的解封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蛮多人是在 被封闭状况之下 所以你去查这个微博 打这个什么成都疫情 就看到很多人骂说什么 这么多天把人当牲口一样关起来 然后做核酸 或者说你可以穷死饿死 就是不能因为新冠死亡 但是现在这个成都的风况 导致其实明月也是开始有出来之下 是不是连一些这个北京猴舌 连胡锡进都有讲话了 其实成都被封为什么 其实现在不止成都被封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最新的数字 可能全中国大陆现在有23个城市 是处于部分或全部的 一个封城的状况 当然他们现在不叫封城了 就是他用的词汇是 静默管理或者是原则居家 用各种的词汇 反正就是不是封城 但是恰似封城 就类似的一个概念 像成都也是从9月1号开始 他本来说234封三天 那4号又说567再封三天 7号再说希望一个星期 能够达到社会面的清零 所以等于就是再继续封下去 没有这个期限 就看不到解封期限 一直到今天他听说是有五个区 可以开始缓解这个封区的状况 但是好像这五个区都不是成都 主要的主城区 那这两天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微博上今天流传更多 就是有一对夫妻刚刚结婚 那女方是住在辽宁丹东 家里已经帮她办好了 归宁的喜酒了 结果因为他们封城回不去 所以他们只好一边吃 在家里吃着泡面 一边看影片里面自己的家乡 在帮自己办婚礼 这个有点荒谬 但是感觉也是蛮心酸的 但确实现在不只在成都 我们看到其包含像是 就是北京啊 武汉都有一些陆续疫情传出来 甚至在北京是更加拉高 他们整个人员进出的管制 他们在北京有多所的学校 是出现了群聚感染 所以因此呢 师生都被集中隔离了 北京疫情在先波动 就在开学后 加上中秋假期人员流动 包括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化工大学 多所学校爆发群聚感染 当中中国传媒大学 已经下令临时封控 学生组不出宿舍 超过500名师生 工作人员必须强制隔离 进返京人员抵京后 七天内不聚餐 不聚会 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 开展三天两检 中共二十大只剩三十几天 就要召开 北京疫情拉警报 只能把管控再升级 所谓的返京三天两检指的是 从外地到北京 二十四小时内得先做一次PCR 间隔二十四小时 并且在回北京七十二小时内 完成第二次PCR 如果从被归类高风险地区的人到北京 还得配合居家隔离 北京市疾控中心再次倡导 市民应就地过节 减少跨市活动 在京单位也应履行防疫责任 职工假期返港前48小时内 应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检测阴性结果未出之前 或有疑似症状的暂缓返港 事实上除了北京 为了中共二十大大陆多地 也都还在执行封控措施 对此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发表最新看法 他认为一个城市如果迫不得已 痊愈静态管理 一定要速战速决 静默搞一个多月 实在让民众难以接受 无论有多紧迫的理由 人们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 没受到尊重 身心会受不了 虽然民怨不断传出 但外媒分析 短时间内大陆官方还是不会放下 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TVBS新闻交换文 李敏珍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 第二是澎湃新闻的精选 这标题叫做是 台湾元素亮相各大的中秋晚会 但是我比较好奇 是其实好像在我小时候 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台湾人还是会蛮关注 就是大陆的什么春晚秋晚 但是现在这几年 基本上是不会看他们的表演了 就是好像根本不太会那么的关注了 甚至说大家可能你的中秋前 应该是在烤肉吧 也不会看秋晚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强调 他们的秋晚有着台湾的元素 有台湾艺人出现呢 其实大概从1980年代 开始大陆的这个晚会 各种晚会当中就很喜欢 有加进台湾元素 可是也有分析认为说 其实这几十年来 所谓的台湾元素一直在变化 它的值一直在变化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都会强调是 台湾的那种风俗民情 比如说当时外婆的澎湖湾 这种跟地名有瓜葛的这个歌曲 他们当时就会很喜欢 比如说原住民的风情 他们也会很喜欢 那渐渐到了2000年以后 就整个开始变成一个 台湾艺人去追逐这个大的市场 像周杰伦之类的 对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 台湾的元素就淡掉了 主要是大中华 那时候开始青花词 或者是说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就变成是台湾艺人去附和 中国大陆的整个发展 那这两年当然状况又不一样了 就是随着两岸的整个气氛变差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遇到跨年 台湾几乎都没有卡斯 卡斯都在中国大陆各地的跨年晚会 但现在情况好像有改变了 那现在反而是留在大陆 还在大陆的这一上的节目的这些艺人 他所表演或者是表达 就会更符合中国大陆是老大 然后台湾应该要随时要回来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氛围 会越来越明显 其实对艺人来讲 他们的能够表演的空间 或者是言论的空间 尺度也是在紧缩的 所以就是更符合他们的 这种统战的样板的塑造吧 因为其实过去大家可能会关注 他们的这些晚会的表演的内容 可能是比较音乐方式的 但是现在因为太政治化 其实台湾这边也不太关注了 但是说要统战 我们就要看到这位是香港的艺人 他叫做李灿琛 曾经两度入为我们的金马奖 但是现在他把重心转到中国之后 他最近有拍一部片 是大吃台湾豆腐 去取老三的凤梨酥啦 这个老三连年都来到人无都 我有点挂着那些鹅仔继 港星李灿琛扮演家中老大 带了月饼在中秋节和妈妈团聚 提到凤梨酥跟鹅仔继 听着像是在暗指台湾 小孩子嘛 过阵子懂事了 就回来了 我们总的一天都会再次整整的 今天有小孩拿来比喻台湾 疑似以小剧场指出台湾将来 会重回大陆怀抱 影片一出大陆网友狂赞 他是爱国优秀艺人 上个月陪洛西访台时 他也曾拍片强调一个中国 小朋友 这个老外是你爸吗 不是 但是这个叔叔他给我买糖 人家给你买糖 你就跟人家酒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爸爸 演出外国人拿过其糖果 拐卖儿童的故事 最后影片还显示 世上只有一个中国 暗奉台湾跟美国交好 政治立场鲜明的李灿琛 近年来夺在大陆香港两地拍戏 也是许多香港或大陆警匪片的熟面孔 再开一次多天 我在问他 你说了色色吧 我来跑 喂 我来跑 曾宇晨冠希主演狗咬狗 及刘德华监制的香港制造 二度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香港制造还拿下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 而2019年黄秋生主演的《沦落人》 他再获金像奖男主角提名 演技备受肯定 还充满政治意味的小短片 试图博取大陆网友好感 TVBS的新闻上面是红庭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